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梁朝伟王一博主演《无名密钥》延续至2023年4月16日 由梁朝伟、王一博领衔主演的谍战大片《无名》宣布所有版本密钥延续至2023年4月16日 电影《无名》于2023年大年初一上映,至今已上映58天 《无名》是一部作者风格强烈的谍战片 影片没有传统谍战片的酷刑镜头 就连不可避免的杀戮都拍得克制而为美 是一部超高口碑和艺术水准的影片 《无名》也是一部审美极强的片子 无论是演员、空镜、浮化道均精致、美丽 王一博在《无名》里为观众展现了一个与以往的电影角色完全不同的《无名》英雄 他隐忍又不乏热血 青涩中盖着冷静 狠立下透着柔情 看后让人直呼惊艳 《无名》也在北美和澳洲上映 并将于4月份登陆韩国和泰国 制片人于东曾说《无名》将成为这届春节当最大黑马 确实如此 《无名》在国内外的票房成绩均远远超过预期 《无名》的海外成绩尤其亮眼 以澳大利亚票房为例 近两年在澳大利亚上映的大陆电影 票房超过《无名》的只有《流浪地球2》和《独行月球》 而那两部电影 一部是吴京刘德华主抗的科幻特效大片 一部是沈腾玛丽主抗的科幻喜剧大片 相比之下 梁朝伟和《新人王》一波这部叠战片 真的是票房成绩相当耀隐了 此次《无名》密要延期 也说明了电影对观众的持续吸引力 很多观众看过一次之后 又想二刷甚至多刷 《无名》也是同档期所有电影里 二刷和多刷比例最高的电影 可见这部电影的独特魅力 《无名》给观众的观感主要是烧脑 唯美 高级和影片后半部分的爽感 《无名》里有两段非常精彩的打戏 其中一段采取一镜到底的拍摄手法 拳拳到肉 异常真实 其他同档期的电影都延期到15号 只有《无名》多延期了一天 到16号 这是为什么呢? 据粉丝计算 如上映到16号 则《无名》刚好上映了85天 而主演王一博的生日正是8月5日 这算是《无名》的一个浪漫小心思吧 还怪可爱的 《无名》之后 就是4月28日上映的《长空之王》 领衔主演依旧是王一博 看来王一博2023年上半年 都要罢平大荧幕了 期待电影新人王一博的精彩表现 承尔导演说《无名》将让大家见证 优秀电影演员王一博的诞生 承尔是对的 电影演员王一博真的崛起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